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既然没有根本没有魔宫殿 那为什么要讲做重魔射部 在这个形象中来上怎么样去体会 这种作用在不在 刚刚讲的那个从决心中入一些感觉时 那感觉的视力都在眼前 作用在不在 在 它种种的作用那个视力在不在 在 所以名字还在 所以魔的名字还在 那个视力那个强势还在 就好像你真正知道见性时 你看到那个色相现前时 色的那个视力跟那个境界意境在不在 在 只是它不能够束缚你 它名字还在 所以这句话就是什么 它还可以破掉一切过去外道那种直接 外道认为说魔不见就什么都没了 终身界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是真正站在绝体上 你可以入一切 你能明白一切 什么叫魔境界 什么叫明白一切魔境界 你看到那些魔石 它有没有那种作用 没有了 就好像镜子看到 是黑是白那种种 这么强烈的黑白的感受 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强烈 知道 那你知道那个强烈 你被那个强烈流转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名字而已 听懂吗 它是名字而已 你站在静心看一样 都是名字而已 你不知道那个强烈吗 知道 我刚刚讲的是镜子的作比喻 站在决心也是一样 当你真的是体会决心的作用时 感受现前那个强烈 所以有时候用镜子作比喻 只是让你们稍微思维一下 但它里面比喻到 比喻的东西还没有办法把心境讲得非常透彻 感觉才可怕 镜子你还可以离得清楚 镜色镜性 感觉整体就是感觉 可是在这么样的强烈的感觉里面 你居然还要知道是绝 你站在绝中还要明白这个感觉的强烈 那才叫做微德 只是这种作用还是跟镜子作用一样的 你只要仔细思维镜子的比喻 那你再来还造成自己决心中的作用 但是这么大的感觉 你眼睛看都是感觉这么这么样的大的感觉 你不知道那个强烈吗 知道 你不知道在喜在怒在黑在白在种种的感受中的强烈 知道 你不知道有这种种烦恼的名字 知道 那你是那些烦恼跟那些强烈 你会被那些强烈的势力所束缚吗 不会 为什么 我站在绝体上看他 他不会就是名字而已 所以我还可以给你讲进他有多强烈 你要是怎么看他多强烈 怎么看他多强烈 怎么看他就变成没不强烈 怎么看他就魔力消息 他都给你讲清楚 这叫佛智慧 所以叫站在绝体上 他能够一念之中 能知种种众生心 他那么清楚知道 所以这些名字在不在 在 但是呢 他已经被你收射 射部 被你收射 射部 谁讲的那个部还有什么 从心中开部 部 部怎么写 一个树心旁开部 过去正在开部时 就是流转出 那叫魔 现在任其开部 他都被我所射 但是被我所射时 他的开部就是什么 就是部 就是部位 部位的 为敬畏的 为 部位于你 莫不归服 所以正在魔归服时 也不坏其名 也要磨 所以地藏经啊 讲到鬼王都是菩萨时 也他也在经中 也都叫鬼王 他不会跟你讲说 他是菩萨 不必坏其名字 这是长得决体 他才能够担当 他才能够在这个上面 讲到这个众魔社会 你才能够讲到什么 才能讲到阿弥陀佛的国土之中的 他能够入烦情皆影相望 假如你的决心之中 你说众魔这东西 这冥相都要全部坏净 然后才能看到你的亲信 亲近的话 那佛国净土 哪能够再入凡尘接近众生呢 就像刚刚讲的凡圣同居一样 你又是站在这个冥相上的执着 在这边妄想分别的 那又怎么能够能入凡尘呢 因为这个冥相上妄想分别的 再如是凡中就不是圣 再如是亲近之中就不是魔 你变成这种强烈的分别了 可是在心体之中呢 就不是如此了 心中智慧 它一定是超越这一切法的 你能够明白一切魔石就是什么 就是心中最亲民处 不然你怎么明白魔的 你已经是魔就不知道魔 你明白魔的就不是魔 永远记住这个心中的作用 所以像有些持戒 就要你看清楚自己的一些罪行 当你看清楚罪行时 它就是远离罪恶时 它正面看清楚罪行 但是这个法上要教导得很好 所以这里面还有讲到 你常常告诉别人的一些罪恶过虚 有的人就发现 哎呀我居然身上这么多罪恶 我不欢喜活了 我不耗要活了 就自杀了 所以小圣法中 要讲到这个 虽然举罪 那举罪要举得好 举罪是要真的要知道 举罪当下 既然举其罪的目的就是什么 启发他的惭愧心 利益他认得如是罪 叫举罪 那不是拿来互相伤害 伤害会让人家什么 不好要活 那就造罪 那不叫举罪 举罪就是我把你的罪恶举出来 把你的过失举出来 但目的就是你启发忏悔心 所以那个罪向你不但别人帮你举 你自己要举罪 举罪的目的不是让你觉得 老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卑劣 举罪的原因才告诉你 你已经心态不同 你建立的是一个开始认得错误的 那个情境 决心就是如此 当你真的能够认得它时 那也就像这样子 叫这句话一样 众谋射不 莫不归佛 一切罪心 罪面 罪气氛 他都设不 莫不归佛 你要是就过去 跺在这个魔境界中 根本连知都不能知 都知都不能知 所以这里面就要讲到 他就有什么方便介意了 他能够入一些凡 所以在这个入凡这个上面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 弥陀净土的慈悲 讲到弥陀净土的慈悲 所以你是知道大觉心体的原来的根本的慈悲相 所以他一定能入一切凡 所以讲到这个 他一定能入一切凡 所以一切凡夫众生 现在我们已经还在这个凡情上面 心中都会起什么 都会起大欢喜 因为我相信就在这个凡情上面 我能找到决体 他能入凡 所以他能照凡 也就能够在这个凡中 就能够被什么 被介意 不但是经文是如此 在世间法中 像这样心态也是这样的 一个恶人的恶心 那一念要是心中真正懂得什么叫善识 那个良知 若是真正有一点良知现前 他能够什么 就在这个凡情当下 他慢慢慢慢就是倒这个凡情的罪恶 慢慢归家 所以讲到这一句话 就漠不归服 讲到这句话 那是就有点要讲到入凡间的接引里面 还有一句话叫做待业往生 待业 什么叫待业往生 待业往生两个相 一个就是在重凡入圣的 这种归家的这种坐向 这个学习的坐向 坐向 有坐向 有这个坐向 就是你虽然还有过去的种种习气 还有种种种恶恋 你只要一念向胜 念念之间赤神恳切向胜 我说的一念不是那一念 是一切念 真心那一念 赤神恳切那一念 那一念向胜 你只要念你之间想要向胜 你自然心中所启发的那个气氛 它就让你断饿 所以你会发现过去的习气纵然还在 可是你只要一念向胜 这些习气就随着你这个真心的那一念向胜的念头 它能带着这个业随你一起往生 往生的意思就是什么 往生的就是一直到你 正德如是大德 正德如是圣人的气氛 正德如是圣的智慧时 那当然罪恶就不在了 所以你不要在断恶上说往生 你不必刻意去断恶 你只要念一之间面对着圣人 就像一个人有烦恼的人 他有烦恼的息息 烦恼的一些痛苦 你要面对大山时 你只要把心静下来 一直亲近大山 直接就拿你的真心去体会大山 你会发现烦恼自然就消了 因为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只要浮起大山的气氛 你过去带过来的那些烦恼的气氛就消 你要是进到大山里面 你还要刻意说我今天到了大山来了 我怎么还那么烦恼 可能你的念头都是念念之间 都针对着这烦恼说我要断了 我要断了 我应该要像这个大山一样 你会发现你这一天来到大山都没有作用 你还在搅扰 根本不去放在你过去的夜感上 夜席上 你只要真正诚心投入在如是名字名号之中 这个名字名号 你知道是心法师 你就知道它叫做大法大教 你只要投入在名号之中 为什么投入在名号之中 它就能够转成如是智慧 因为决心如是 佛心如是 你要相信你的决心如是 你要知道你的佛心是如是 那所有的过去的息息 就 就就慢慢慢慢 它不必在夜席上断 那慢慢慢慢成就 成就你的善行叫代夜往生 这是有作行为上面说的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代夜往生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 将来你就算正得佛性之实 魔的名字都不断 诸佛开悟以后 他不避 不就是不避开的避 避开的 就是躲避的避 不避信恶 不会避开信恶 信中一定能够清清楚楚 知道一些恶一些善 信中一定有善有恶 就像镜子你站在镜体 一定能够知道 尽性之中的所有一切 是黑是白是善 是好是坏 这性里面一定能够知好的 因为他的良知 还有在这个好中 他一定有他的恶念 假如你不能够知道 这些性恶性善 你怎么能够为一切众生 倒归极乐 如果你都不能知道 这一切众生的夜感 的性恶性善 你怎么能在众生 在恶业之中 能够拔击道 拔击他 告诉他 他有个善意 有根本的善性 你要是不知道 这些性恶性善 你又怎么能够告诉众生 你怎么转到这些 性中的这些恶来 就像刚刚跟你讲的 镜体现前时 感觉现前时 决心就隐 感觉就大 魔宫殿就现 这个魔宫殿 你看错了 就是魔 事实上这个魔宫殿 实施你看对 它就是你的菩萨的作用 你看对的是性善 你看出的就是性恶 但是不管性恶性善 是不是就是那一念 根本的决体 它当然分别得出来 所以一切名字 根本不必断 就有点类似什么 类似常讲的 不怕练起 只怕绝齿 你不会在这个 禁色之前说 断掉种种色中的势力 只怕你不知道 那个是禁体照的色 所以叫禁色 禁色那一定要 你要知道它是禁 你要知道它是禁 你根本不在色上 想任何半点功夫的 只要知道它是禁 色在现前清清楚楚 它再也不能为患 它不必避开它 是黑是白 一样清清楚楚 这也叫代业往生 终身一切 你开悟以后 这一切作用过去都在 但是讲到代业往生 假如说 在这个后面讲代业往生 听这个人说 那你还有一个造作 那个业跟着你往生 你还把那个业当成造作想 那当然 你就根本不相信 有什么代业往生 讲那个代业的业字 这也就跟你讲 从无作之中现中动作 我再说业时 我纵然讲的那个业是作相 可是我讲作相当下 我是用无作无虞的智慧 包容那些作的 我根本不剁在半点 作中妄想执着的 我说代业 可是你只要说业 你是完全剁在作中 你根本不能体会心体的无作 你根本没有体会心体的无作 你再说作 那就叫做剁 那至少要躲 因为世界一些万法都是一样 时空它一定是非种种相 它才能包容万象 要是是相的话 它就不能容易相 不能容易相世界面 一切作用之中都是非种种相 它组合才能够限种种相 那组合限种种相 你会发现每一个云里面 它都不具足任何相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拿些物品 在那边拆解中啊或者笔啊 你怎么把它拆开 一直拆到最后 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它具足种种相 它都是缘起 它没有一个真正的相在那里 它都是种种组合的 它没有那些组合 它不能成那些相 所以你当然知道那些 那些叶时 那些组合时 你都已经站在什么 站在决体说它 你说带叶 就有点像类似讲的那世事原容 你说带叶 你就会说到带叶 这不可思叶 那叶底还在 那你就不知道 什么叫世事原容 就像你在镜子 镜子前面说 我能够限色 镜子限色 人家怀疑 限色不叫流转吗 谁讲限色是流转 谁讲说带叶 那个叶力就一定是 众生的叶感造作 假如是叶感造作的话 那诸佛开悟史 就是你将来镇得 这一念决心史 你怎么能够明白 现前一切作用 你永远坐在根本心中的 根本无座 清静的涅槃里面 可是你能陷进 一切世间的有为功德 就好像尽性 永远是在那 根本非种种色的 根本的清静涅槃之中 随时称原 现黑现白 现大现小现 现亲现皇 他现尽一切时间 庄严有为 他要避开那些叶 讲到叶 你要是还是像他们讲 什么在家出家 这样子脚落不清 那当然这个叶 你就搞不清楚了 对不对 那叫做担当 他叫做大担当 他说明天有有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 不一样的 那我说明天有没有 看家里面有不一样的 真的在家里面有不一样的 这一切里面有不一样的 里面有不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